最近他把30萬美金的錢投走 白衣男子神情激動 跟行警解釋口角衝突的來龍去脈 不過在場這個人 卻始終低著頭不敢支持行警 因為他自己有暗在身 你叫什麼名字 你什麼名字的東西 上岸 上岸 那你報案了嗎 原來一旁的消息男子是個通緝犯 行警局11號晚上6點多 接獲民眾通報 桃園機場第二航下有口角衝突 消息男子和另外兩個朋友 和嚴明剛回國的旅客有債務糾紛 打算在機場賭人追債 雙方後來起口角驚動到行警到場 警方查證身份後 發現消息男子在5月8號 因為傷害案被台東地檢署通緝 同一天被逮捕歸案的 還有這一名劉姓嫌犯 劉姓男子和人起肢體衝突 行警發現他神色詭異 原來他在5月9號 因為涉嫌放火燒毀他物罪 被台南地檢署通緝在案 警方除了依照規定受理傷害告訴案件 也將他逮捕歸案 警方在此呼籲民眾 如因遭受起訴或判刑時 應依其限告司法機構接受審判 令民眾如有發現任何可疑或不怕情勢 可以立即報案通知警方道場處理 同一天行警排檢民眾衝突 意外逮捕到兩名通緝犯 兩個人不約而同 都才被通緝不到一周的時間 卻因為當作吵架通緝身份因此曝了光 靜新聞楊宗長 電視新聞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